戴总理王瑞杰表示 政府正密切关注经济走势 并且已经做好准备 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他也说政府准备提高消费税 是为了帮助国家应对人口老化 造成的医疗费上涨的问题 当局将推出抵消配套 来帮助国人应对消费税上调 戴总理王瑞杰 今早为CNA938电台主持开幕仪式 他在接受电台访问时 谈到我国八月份制造业产值 年比萎缩8%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几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等 他强调尽管当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 但我国已做好准备 王瑞杰也说 政府计划在2021年到2025年之间调高消费税 并不是为了支付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而是为了应对人口老化 他认为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 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 如果没有这笔收入 国人可能得支付更高的消费税 针对第四代国家领导人王瑞杰表示 下届大选他希望能打造一支来自政府 商界和社区的多元团队 以确保提供不同的视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